AO聊刺激 天星獨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崛起之隊 金牌分組賽 這場比賽也是一場資格賽 這場比賽比較沒有被這麼多人看到 我覺得有必要來播報一下 因為這場比賽是B級賽事 並不是A級也不是S級 也有很多這種團戰的人才型選手 可以來看一下 雖然他們在單挑 或是在一些團戰S級賽事裡面 並不是這麼亮眼 但是在B級賽事裡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有一些高手們 他們也是從B級賽事開始往上打 說不定我們可以在B級賽事裡面 找到一些未來一些世紀帝國的一些高手們 也說不定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兩邊的文明 那我們先一樣 先把兩邊的顏色調成一致 好 那我們先把左邊調成藍色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大家說這樣比較方便分辨 兩邊的敵我之分 因為有一些色弱觀眾們會比較需要這種需求 我覺得這個建議是相當有意義的 畢竟我有時候也會覺得這個顏色太複雜 很難分辨清楚 好 那我們把顏色調成一樣 那先來看一下屈子如人 屈子如人最大的特色是 就是他在遊牧的時候呢 城鎮中心已經蓋完了 會直接噴出兩個果樹叢 可以直接來補肉 但是這邊有點像是 飛動離中空地那種地圖的感覺 需要是遊牧開局的 最好是開在中間這個位置可以補魚 可以瞬間把這個香味給撈一撈吃一吃 已經自己補好 那屈子如人的比較特別地方是他的模仿 那模仿可以放出一些可以馴養的動物 像這些山羊啊可以放進去 可以慢慢產生一堆肉量 那後期可以打一堆大肉麻 或是一些吃肉的單位 好 拿來做使用的 好 那他在團戰的表現 主要是出這個駱駝為主 還有這個閃避馬 因為這兩個單位呢 可以讓他有這個額外傷害的加成 他駱駝也是遊戲裡面 世紀帝國裡面駱駝傷害最高的文明 額外增傷的部分 不是一般傷害 那接下來看一下馬扎爾 那馬扎爾這個文明喔 在團戰來說會比較有一個彈性的角色 因為他本身來說有免費的義工的關係喔 可以提倒上封建時代出一些肉麻去進行前藥 通常可以打到很多東西喔 甚至傷害喔 甚至也可以抵抗對方肉麻都沒有問題 而且到了後期也可以決定要轉遊俠或是馬工喔 在團戰來說這種彈性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後方 是以蒙古 那蒙古的話 在團戰來的表現喔 就比較 算是關鍵一點的一個後勤單位了 因為他的這個後期呢 是非常強大了喔 因為他這個蒙古途徑呢 是非常難解的 攻速又特別快速 只要亮起來喔 非常大量的情況下 你要擠到是非常困難的 基本上連遊俠都扛不太住的那種 好 那蒙古人呢 中期喔也可以考慮出一些草原騎兵 或是駱駝進行反制 但是在團戰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他的困難之 支點喔 是是在這個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喔 應該算是有啦 這個吃鹿跟吃野豬 是他的經濟加成 但是到了中後期喔 如果沒有野生動物的情況下 他的這個肉類或許 或是其他方面的經濟來說 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在這種這種特殊地圖來說喔 有很多這個鹿肉喔 可以讓他吃喔 所以也不會說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反正是經濟加成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好在這張地圖上面喔 所以蒙古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地圖是選得非常好的 蒙古在這個地圖選也沒有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凶忍 凶忍的話就沒有像蒙古這麼好了 他就真的是沒有經濟加成喔 他只有這個不用蓋房子喔 算是一種經濟加成 省下來木頭喔 可以去轉出更多的馬供 甚至這個射箭場 或是城鎮中心農田都可以 那凶忍的話 他在團陣表現來說 比較像是馬扎爾這種類型喔 一樣可以出馬供跟遊俠 做出一個應對喔 那就是看誰要坦喔 沒有人要坦的話 就是他來坦 有人要來坦的話 他就可以出馬供 那來看一下下一個喔 那伯伯仁 伯伯仁的話就比較特別 他主要是 就是要來壓制克制對手的蒙古圖技的單位喔 因為他的洛宮一出來之後 基本上能打 全部都能打 連蒙古圖技也能打得贏的那種 所以伯伯仁呢 中後期喔 主要是打這個駱駝 還有自己的騎士喔 還有這個洛宮為主的單位喔 比較偏向騎兵的路線 因為伯伯仁的馬舟單位喔 有這個折扣喔 所以中期打這個騎兵單位喔 也不太會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好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邊是選擇了馬力人 馬力人的話也是出騎士單位喔 也是為一個主力的喔 那他也可以出一個飛刀女獵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但飛刀女獵手這個單位 到了後期喔 由於有這個攻速比較慢的關係喔 不太好一直出喔 到了後期可能還是要轉出大量的騎士單位喔 或者是駱駝啊 輕騎兵啊 之類的馬舟單位喔 去做一個選擇 因為他的飄漢金手 可以讓自己的馬舟單位喔 傷害非常高 那馬力人呢 後期的挖鏡喔 也是相當厲害的喔 他可以進化挖得更久一點 速度也很快 攜帶量也更高一些 但是這場地圖喔 看起來黃金的或許喔 並不是這麼的好 或許 黃金都是少量的兩塊兩塊喔 需要一陣子喔 就要去到下方喔 這邊喔 大量黃金去控鏡動作 還有控石頭 那這場地圖喔 由於是賽事地圖 所以每一個區域的資源分佈點都不太一樣 所以何時要到下方去控金 控石喔 是一個蠻重要的轉折點喔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驅者羅倫已經轉出了肉馬 那馬渣爾人這邊也是轉出了肉馬 而且現在這邊有義工的加持喔 好 那上方的蒙古呢 這是在專心打海戰嗎 看來還是要打點海戰的樣子喔 就轉出馬陀 好 瑪麗蘭這邊率先轉出了火戰船 蒙古這邊升級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 這邊驅者羅倫先用一隻肉馬去看一下 對方的經濟分佈 馬渣爾這邊也是 好 這邊補了一個兵工場 槍兵也在按了 好 肉馬直接往前衝刺 唉唷 看來要抓到四隻村民了喔 好 直接爆打一波 好 槍兵過來 稍微散開 OK 抓到了三隻村民喔 非常賺喔 好 手殺是由 蒙古 馬渣爾跟驅逐人這邊拿下了手刪喔 非常的nice 果然喔 這個馬渣爾人有多這義工 傷害力非常突出喔 來看一下這邊 哇 打這個村民好痛 瘋狂爆血 OK 那 薩芳這邊 是稍微回訪了一下 因為看到非常多的肉馬 過來要來抓自己家村民 那蒙古這邊海戰呢 也是慢慢打了回去喔 火戰船也是在繼續出 好 這邊專心在打海戰 專心打 當海賊王 好 左邊又有溜了一些肉馬進來 馬渣爾這邊來到四隻肉馬 四隻肉馬每隻肉馬都有六攻傷害 所以打一下村民是五滴血 所以意思是說 打村民只要八滴喔 打個八滴 就可以拿掉一隻村民 雖然不是一下八滴 但是 打個八下也是蠻快的 OK 這邊在尻 哇 又尻掉了一隻村民 蒙古 蒙古馬渣爾驅逐了這邊喔 打得非常亮眼啦 這邊已經擊殺到非常多村民喔 這邊村民差距已經是從91村對上83村喔 村民差距快要來到10村了 哇 這兩邊 薄薄加上兇人有點被弱馬 打到沒有怕喘氣 甚至快沒呼吸了 這個槍柄我們最後看就繼續按了吧 好 驅逐輪輪 這邊也還沒開始撒農田 反正是馬渣先撒了一些農田 這裡沒有善用後方的肉類 有點可惜喔 這個太早撒農田感覺不太好 但如果真的聰明太多 沒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去打獵的話 可以考慮直接撒農田喔 像這邊 兇人這邊一樣 兇人這邊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肉馬量 可能會打輸對手了 他的肉馬只有六獅 轉一些槍兵 工兵到了前方 好 馬力人這邊直接棄海嗎 也沒有棄海 他沒有棄海 還可以這樣打出來喔 這麼厲害 沒棄海轉工兵 然後 蒙古這邊似乎以為 他屯了一堆工兵 一堆戰劍喔 可是一隻戰劍都沒有 好 再來看一下正面護打 這邊護打工兵往後拉扯 繼續射擊 看起來肉馬量數量有點損失太多 這邊肉馬一定要回頭打下 掩護一下工兵 工兵數量不能太少 肉馬也不能第一時間撤退 好 但這邊拉扯之後 讓工兵可以輸出到非常多的傷害 所以打掉了非常多的藍色的肉馬 這邊工兵保護的還算不錯 好 這邊兩邊蒙古加上瑪扎 第一時間都點下了城堡塞 兩邊的升級時代時間 差距不到一秒 只差個0.5秒左右 非常相似的時間點 好 又少量肉馬跑到了右邊這裡 戰命的部分 並沒有再繼續往前了 好 這艘工兵從右邊繼續往前突進 但這面部分都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其實要受到傷心有點困難了 好 蒙古這邊打贏海戰 直接掃一下碼頭 瑪麗這邊砌海 轉步兵 轉步攻好像可以做到點事情 13隻的工兵 但是待會他們要遇到的是三家的城堡時代的升級 蒙古 不是 熊仁跟伯伯馬力喔 還沒有任何一家可以點城堡時代喔 哇 有點被打出差距來了 好 這邊大龍馬直接硬尻 這邊的木槍 村民有點危險 好 趕快拉路途來 欸 伯伯已經升到城堡時代了 不好意思 剛剛沒有看到 他哪頭上的 好 趕快拉兩隻 哇 結果這邊有四隻村民剛剛也被抓掉了 好 這邊工兵配上駱駝 正面突擊 哇 這個組合很難打 後面又有工兵 前面又有駱駝 出騎士 也打得太贏 不然就轉個馬功或是工兵 好 後方這邊 大量村民 可能沒有地方可以逃 要不要從右邊走出去呢 哇 完了 BBQ了 從後面走出去 但工兵也能 好 但工兵沒有想要追 這邊只拉兩隻駱駝去追逐 好 後方少量的洛馬 還在繼續騷擾當中 好 好 瑪麗這頭工兵直接走到蒙古家裡 蒙古這邊是由於專心打海戰的部分 而且是3TC開農 家裡並沒有太多兵可以防守 這邊只能call隊我來擋一下了 不然就要趕快收村 好 馬扎爾這邊是打一個馬功路線 那馬扎爾在這幾次的改版來說 他真正變成了一個馬功國了 快要他的射箭場的馬功 建造速度變快了 騎馬功兵的生產速度變快 讓他到後期 反驅弓點一下之後 可以更早轉出大量馬功 形成戰力 那這個能力其實跟 不是 伯利加速有點相似喔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有馬扎爾 又有不列電的話 哇 這個馬功會慘多快啊 好 我們繼續往後走 但這邊 肉馬也不敢直接硬上 大量駱駝直接往上走 但看到後方馬功直接回頭 掉頭就是想追擊嗎 還是要撤退了 好想要撤 但這邊來不及蓋好木門 好這邊工兵 在這邊也不敢輕舉妄動 好直接把對手給逼退了回去 好開始雙方有點轉容囉 用兩倍速看一下 OK這邊直接撞城鎮中心 好這邊升級為奴兵之後 要打啦 要撤退了 這邊驅逐人轉出了一些閃避嘛 右邊有些少量的戰團也在做騷擾 兩邊看起來沒有大規模的交戰 都是小打小鬧 上方這坨工兵比較關鍵喔 我們專注看一下上面這一坨 然後下面這一坨馬功也是衝到了後方 好看一下這一邊 哇 四隻村民 沒得跑 哇第一牆還是死了 好這一坨奴兵在家裡還是有點 不能掉以輕心 好但這邊已經轉出了奴炮 還有投石車 這裡要預判一下路徑嗎 往前拍一下 哇沒有第一時間拍到但還行 哇 打得不錯蒙古 W看得不錯 直接損失大量 BBQ 好這裡馬功騷擾到一些村民之後 被一堆騎士還有洛馬爆打一波 這邊要爆抄應該沒有問題 這裡馬功應該是沒有想要討了 直接躲到了地圖的邊邊角角 死去 好這裡有一坨工兵就走了進來 看他兩邊都在努力互相干擾當中 但是蒙古這邊還是有優勢的 兇人這邊反而是村民落後大約是十村喔 這邊工兵還是射到了一些村民 好閃避馬過來看一下 好只有更多的肉馬衝過來 撞到了騎士 工兵繼續往後深入 完蛋完蛋 後面這坨工兵沒有人要來解 好更多肉馬往後衝了進去 OK這時候閃避馬回救 有這麼多閃避馬應該是打得贏的 所以奴兵數量也沒這麼多 直接上前隨便打隨便贏 閃避馬打工兵的傷害非常高 奴兵在你完全不想領後面這些騎兵 只想射村民而已 OK瞬間被解掉 下方又有少量肉馬咽了過來 好 結果蒙古這邊的攻勢已經開始減緩了 大家都把兵拉回家做防守 這一波讓 兇人還有伯伯馬力 稍微可以喘口氣 不然剛剛家裡一直被打 現在中共可以反打回去一點點了 好這個肉馬快要打出一個洞來 好後面的馬弓繼續追逐 好補了更多的城鎮中心要來控黃金 好B級賽事中間都會有一種 安農的情況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港兵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打 好這邊大量閃避馬已經出來 若抽攻兵也在量產當中 後面更多的新奇兵噴到了後方 好 好又有少量的肉馬衝了進去 兩兵就是稍微把兵送到家裡 逛個一圈 然後再出來 逛個一圈再出來 好一直重複以上的這個過程 大家都想要等到地龍賽之後再來開戰 沒有想要來打一個城堡快攻的概念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想要前壓插城堡 插這個位置 直接收兩個城鎮中心 好開始打破一個出口 好這邊有人今天點下了地龍賽 這邊大量駱駝過來擋一下 驅著羅倫的閃避馬 地龍賽是蒙古點下的 哇蒙古點下地龍賽 沒想到經濟最好的果然是蒙古嗎 後方這邊打力的時代是太舒服了 一路遲到地龍賽 但是啊這邊石頭還沒有開始挖 所以還沒有辦法轉出蒙古圖技 另外轉的是先一個拇指環 好這裡大量的馬弓 讓對手熊人這邊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 因為我聰明差距已經拉得非常近了 剛剛本來聰明差距約為四十村 結果現在兩邊的聰明差距如此相近 好這邊抵了一個魔防 趕快繼續往後拉扯 更多駱駝跟騎士衝人進來 後面還有少量的馬弓 應該是弱弓 繼續往後追逐 這個拉打打得還算不錯 但是後面就沒有路了 這裡要高地反打了嗎 這裡再不反打感覺就沒機會了 OK果然反打一波 這裡弱弓趕快去後面射一下後面的馬弓 哇這邊兩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藍方這邊騎士已經全部損失 但已經只剩下馬弓 馬弓被騎士還有弱弓的雙重火力夾擊 血量掉得非常迅速 只剩下300滴血 花藥損失殆盡了 沒了 OK 但這一波還是有讓 兇人這邊騷擾到一點東西喔 好蒙古在這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這邊開始圍一些大石牆 加強一下正面的防禦 好海戰部分 蒙古這邊捕魚捕得很開心 捕到對方家裡去了 但是聖物都沒有拿 小小可惜了一點 但要拿聖物確實很麻煩 你還要造異疏傳 還要蓋修道院兩隻森林 然後還要再把修道院蓋在可能這附近 然後好好把他放下來 然後再把他引到島上 然後再拿生物 然後再把他放回去 然後再把他拿回來 哇 這個生物撿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要需要的手術太多了 不如把這個手術放在別的事情上 例如開農啊 潘科技 或是針對一下對方的領地 開始要做進攻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觀眾 問說為什麼不拿聖物 最主要是因為拿聖物看似簡單 實質上做起來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雖然該撿的時候還是要撿 有撿當然是錢比較多 但不撿的話 說不定可以做到更多事情 好 蒙古這邊點下了金冠嗎 早炎姬 準備要來升級大衝車 衝車開頂 加上蒙古圖祭 哇 全面都更 連大石牆都扛不住的 大衝車要來了 團戰隊喜歡看到大衝車了 那開頂的畫面 實在是很舒服 這一拖馬弓被堵在這個路口 但是駱駝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以拿下這些馬弓 OK 現在大家都準備生到了帝王池袋 好 點下了銀罐薩地利 驅逐羅倫這邊準備要來爆一些 騎兵單位 驅逐羅倫這邊只要 純波轉出駱駝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就可以讓蒙古這邊的大衝車 還有蒙古圖祭 受到一個很好的正面保護 所以沒意外的話 驅逐羅倫地用斯大 應該還是會繼續打駱駝 馬扎爾呢 這邊可以轉遊俠 也不一定要打這個反驅弓了 但是也要打反驅弓也是可以了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標槍 自己的寶兵喔 不用黃金的弱馬 好 大衝車要升級好了 還有五秒鐘 OK 大衝車的攻擊聲音是不一樣的 好 上面大量駱駝 駱駝直接過來解一下蓋城堡村民 當然來得及解掉嗎 蒙古圖祭這邊射速非常快速 但可能來不及擋住 這邊弱攻打蒙古圖祭傷害非常高 稍微克制了回去 蒙古圖祭數量只剩下九隻 受不了後方的大量弱攻傷害 直接被壓了回去 果然駱駝攻兵可以壓制得住 這一坨蒙古圖祭 蒙古圖祭會打出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前面有太多駱駝跟騎士 也不是完全是因為駱駝攻兵的關係 好 但是他的隊友在幹嘛呢 還在轉容 現在才要出來 好 薩地利點好之後 驅途路倫的駱駝正準備要趕到前方戰場 好 當然這時候的蒙古要繼續把城堡往前蓋 蒙古圖祭要繼續生產當中 欸 這邊怎麼會有房子 欸 這邊往上蓋被抓包 好 正面的驅途路倫的駱駝中 來營救蒙古正面的推進 左邊這裡蓋了一些房子 瑪扎爾再來側面進行側翼攻擊 確實阻止了到修倫這邊往前蓋城堡的意圖 這根城堡開始也蓋不起來了 92% 哇 這個被迫取消很傷喔 好 但是正面的駱駝配上蒙古圖祭 開始淹了過來 好 這裡點一下金冠 前線衛隊 然後點一下前線衛隊之後 驅途路倫的駱駝會增加次點的近戰防禦力喔 變成0加7 好 防禦力非常高 那這個能力呢 他的相弓也能吃得到的 所以... 這裡要轉相弓也可以考慮 但不太推薦 這邊比較需要驅途路倫的駱駝的傷害喔 去做正面扛線的動作 好 摸圖祭繼續拉扯 後拉一下 好 大衝車往前蓋 繼續量產衝車繼續開底 右邊有少量衝車在做開打 右邊的... 駱駝駝兵有點被壓制了回來 但是右邊已經是... 瑪莉加力了 瑪莉這邊有點難受 瑪莉這個時候 還沒有點下金冠技術 駱駝傷害有點低 中中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這邊用一些村民去爭取一點時間 好 中午點下金冠了 飄漢精神 好 正面的駱駝也是稍微扛住 好 瑪莎的標騎兵也產了出來 不需要黃金的肉馬 好 這邊想要做從後面包夾動作 後面大量的駱駝在後面做包夾 但是正面有非常多駱駝在做追逐駱駝的動作 好 這邊駱駝直接把大蟲駝給逼退了回去 這邊蒙古突擊會有點危險 這邊飄漢精神已經升級好了 蒙古突擊被包夾傷害爆血一波 直接被逼退了回去 太慘了 蒙古突擊沒有人幫忙就會變成這樣子 還是要有隊友幫坦才行啊 好 隊友這時候回來坦 但是瑪莉這時候已經升級好 7加6的駱駝傷害 再補下2攻 終結變成7加7 14攻的駱駝傷害 好 駱駝駝兵再繼續往前 好 這邊蒙古突擊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威懾力了 傷害加上雙城堡的傷害力 駱駝一過來就被蒸發 哇 這邊駱駝損失慘重 雙城堡的傷害非常高啊 絕對不能在雙城堡的領地開打 好 雖然蒙古這一邊的肉碼數量也被消極兵很多 來看一下下方喔 下方的戰性喔 兩邊都在對峙喔 繼續爆出更多的單位往前推進而已 好 去著羅倫這邊轉出了一些 撕里瓦姆殺騎兵 好 準備要來繼續 騷擾家裡面的村民 好 但修仁這邊 勃勃這邊經濟有點不太好囉 稍微被干擾到了一點 好 蒙古決定要來左右開攻 正面這邊也要開始進攻了 大量的弱攻在這個高地上 有點拿不太下來 哇 重頭砸到了 哇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這個 這個太輸壓了 蒙古重頭 高速開丟 哇 太舒服了這個畫面 療癒畫面 好 這邊蒙古 從頭車可能要被打掉了 摘一刀 搞定 好 當然這邊確實已經重創了 駱駝 駱駝這邊的數量 好 後面也有少量駱駝 在持續做騷擾當中 正面的部分 反而是馬大 這邊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很好的防線 但是正面的駱駝公兵 這一大群完全扛不住 後面找個一發 太舒服了 舒服 直接如內高潮 太舒壓了 男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重頭 找到大量公兵 畫面就是這麼的美麗 Beautiful 結果大量駱駝去哪了 在這邊 我想到他的大量駱駝不見了 原來是要回來這邊營救 因為自己的大量駱駝已經被砸掉了 但是你拉這麼多駱駝公兵過來 不就是欠砸嗎 還好沒有砸到 沒砸到 哇 沒預判成功 投石車被換到只剩下一台 這一次操作繡得還不錯 繡掉了所有的投石車 駱駝公兵再次把蒙古突擊給壓了回去 效果還不錯 正面一直有少量駱駝跟閃兵 弄到了城鎮中心裡面 這時候對手 紅色 大家出了 GG 看來受不了這一坨 被砸爛的痛苦 好 我們恭喜藍隊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這邊閃避馬配上馬渣的標騎兵 還有這邊轉出了一些馬弓 但馬弓不是身為重裝馬弓 也沒有點下反駱駝 所以馬渣的馬弓只是少量出 並不是阻力 他的阻力則是這些馬渣的標騎兵 還有這邊巨型投石機 再搭配一些閃避馬 還有一些駱駝去做前壓 右邊則是蒙古人單獨行動 然後用了重頭 重創了伯伯這邊的大量駱駝工兵 確實這也是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個亮點 這個重型投石車 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一點 沒想到這麼的漂亮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 稍微看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是非常關鍵 因為團戰來說 戰術執行 比經濟開農更為重要 好 蒙古這邊 木頭拿到了3萬 黃金2萬 有夠噁心 最慘的應該是 應該是 兇人吧 兇人或伯伯這邊 感覺是比較慘一點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等等